前段时间云之宇刚刚收官 张灵鹤又无缝对见了新剧《虎河姚师录》 这也是他把《月音苍蓝爵》展露头角之后 开播的第四部戏可以说资源逆天 今年刚满26岁的他其实才出道四年 不过能明显赶到 他已经成为了资本宴中的代曝帝 作品截二连三出炉不说 接下来参演的作品更多 但相比一步接一步的作品 张灵鹤目前给人最大的印象 仍旧是与白鹿传过绯闻 却被爆出一次移情别恋 尤其是最近持续霸评 但水花却没有想象中大 还被网友评价为肥生顶流无望 实在是有点尴尬 那么到底长相周正 但演技有待提升的张灵鹤 还有没有机会升他成功呢 首先就是他李科生转行做演员的经历 1997年出生于江苏的张灵鹤 原名张家伟 房间传闻 其家境很优渥 父亲是开房地产公司的 父亲名下也有一个连锁超市的买卖 网上还有人说他家是住别墅的 他的颜值是典型的农艳系 加上一米九的奇长身材 确实走到哪里都是人群中的焦点 但最初张灵鹤并没有想要做演员 据他曾经的高中同学爆料称 读书期间其成绩特别优秀 尤其擅长物理 数学属于雪霸级的人物 不过高考这一年 他因为考试失利 没有考出理想的成绩 才在2016年进入了南京师范大学 学的是电气工程专业 由于对物理很感兴趣 他偶然间加入了航空航天社 在这里意外地结识了一位经纪人 在对方的介绍和游说下 张灵鹤决定走入娱乐圈 尝试做一名演员 而排戏之前 他曾在短视频平台 以超高的颜值走红 还被评为男师大校草 到了2019年 张灵鹤凭借第一部作品 《少女大人》顺利出道 搭档的是当时热度不错的陈瑶 为了演好风流潇洒的裴昭一角 他在横店熬了三个月 他也承认自己对于表演非常稚嫩 尤其是在权势陪招的运筹帷幄 能进能退又强大温柔时 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这部作品在次年8月播出 虽然不算大爆 但最终以6.2分的成绩收官 还算不错 当时就有不少网友 对于新人张灵鹤很有好感 还有人直言男主会红 但也有人理智地表示 张灵鹤受气质的限制 维言不足 演技也相对目呢 而很快 张灵鹤又出演了现代剧《行动的瞬间》 这部作品被吐槽剧情老套 人设夸张 但看过的观众却记住了男主角 还有网友认为 张灵鹤的演技有所进步 但更多人却仍对他的颜值念念不忘 确实 张灵鹤和许多大爆的顶流鲜肉一样 能够出圈 靠的是那张完美的脸 但好在他还算很清醒 始终牢记自己作为新人演员 会时刻记得提升自己 且当时就表示 愿意尝试不同风格的作品 只要剧本适合 果然 那之后 张灵鹤迎来了第一个爆发期 2021年 他先后拿出了完美的他 我和我的时光少年 百炼成刚等不同风格的作品 甚至还为完美的他演唱了歌曲 但重备的资源 并未带来预期的爆发式的走红 就算演了不少戏 那个阶段对于张灵鹤来说 所有作品都算无效播出 不过没关系 因为经纪公司神安想要捧新人 只要持续罢评 且幸运地遇到一个适合的角色 总会有出头的一天 而张灵鹤无疑是幸运的 他很快就遇到了 2022年8月 古装剧《苍蓝爵》播出 他意外地因为饰演了男二号天界战神 长恒一脚爆红出圈 这个角色原本的设定似乎并不太出彩 既是闲暇剧中为众生而活 且不得已放弃与心爱的女孩 相守的痴情人形象 但长恒却不是以往作品中的美强惨 反倒可以对喜欢女主直接抒发爱意 甚至不惜当众和天庭叫板 这样的人设给了观众格外的心意 也让张灵鹤飘飘欲先又蠢爱战神的形象立住了 被网友视为心中的又一个一男评 尤其是在造型方面 他的出现似乎是为了整顿之前所有的古偶丑男 月树林峰的形象和俊朗柔和的面部线条也相当出彩 演技方面 经过了几年的历练 张灵鹤也做到了多样化情绪的呈现 且贵气十足 令人一眼万年 而当凭借长恒一脚顺利走红之后 他在社交平台上的营业也多了起来 不仅积极回复粉丝的各种疑问 还特别能接梗 也营造出一种与之前的高冷学霸完全不同的形象特点 非常鲜活 讨喜 毫无疑问 如果一直凭借步步提升的演技 角色出圈的造型和伴永久资源 张灵鹤一定会顺利飞升 成为下一个顶流 但苍蓝鹤刚刚播完 热乎镜还没过 他就陷入了一场绯闻之中 并因此诞生了不少黑亮 同年9月 有狗仔在社交平台曝光了一段视频 内容是张灵鹤与女演员白鹤的疑似恋情 女方被拍到连续几天前往南方的家中过夜 而这段视频被爆出之后 张灵鹤的粉丝数量就一直持续再调 两人当时刚刚合作完新剧宁安如梦 他们分别饰演男女主角 在戏中有一段缠绵废测的爱情故事 最终还修成正果 白鹤比张灵鹤大三岁 出道也早了几年 虽然无论是学历还是颜值 在柜圈内她都不算最优秀的 却从一名平面模特走到了女顶流的位置 也令人敬佩 一机会下 白鹤获得了于正的力捧 先后出演了不少作品 且多以女主角的身份出现 尤其是2021年 她因在《奔跑吧》中的豪方表现 用一个表情包火速红遍全网 一夜之间涨粉超过百万 极身顶流预备一支钟 而和张灵鹤传出绯闻之前 白鹤手握周生如故 王牌部队等包款作品 人气大增 张灵鹤也曾在接受采访时 谈到对于白鹤的印象 合作前对白鹤的印象 来自她大笑的视频 合作后发现她很小女生 同时很细腻 但恋情曝光之后 两人都很默契地沉默了 既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 房间传闻 两人之所以拒绝回应 是南方的公司始终在帮打鸳鸯 但张灵鹤和白鹤之间的感情 最后也确实没有坚持到底 就在上个月 著名狗仔忽然爆出 张灵鹤和白鹤已经分手了 至于理由 爆料者称是因为南方 遗情别恋 喜欢上了在《苍蓝诀》 和《云之语》中 亮度合作的女星于舒心 甚至还有鼻子 有眼睛地说出了更多细节 据说拍摄《苍蓝诀》期间 张灵鹤和于舒心 彼此之间就有好感 甚至女方还接受了她的追求 更有趣的还有 此料被爆出的当天 白鹤、张灵鹤和于舒心 三人同时出现在了巴黎时装周 但他们都没有发布 自己参加活动的照片 也被外界猜测 是为了避免引起 更多的猜测和争议 同一阶段 张灵鹤和于舒心 主演的云之语 和张静怡合作的 她从火光中走来 先后接荡热播 云之语中 张灵鹤和于舒心 饰演男女主角 也算是弥补了 《苍蓝诀》中 逼得一难忘了 但据说两人的诸多高光戏份被删 意外导致男二 女二的CP爆红出圈 因此 张灵鹤在云之语中 获得的红利并不多 甚至有被冷落的嫌疑 所以激起的水花不大 甚至还因为烂味 被大批网友狂刷一星 而她从火光中走来 虽然开播之后好评如潮 但大众的焦点 基本集中在男主角黄景鱼身上 张灵鹤获得的关注也不多 她饰演的弟弟林起 是个一心追求音乐梦想 但郁郁不得知的小提琴家 虽然戏份不多 但戏剧张灵还是有的 也有不少爆发戏 不过张灵鹤的表现仍旧是老问题 目光空洞 总是一副茫然失措的样子 台词也不太清晰 加上失去了古偶剧中的闲暇滤镜 张灵鹤在剧中的状态和感觉 似乎都不如饰演他哥哥的黄景鱼 因此不少网友出来吐槽 只言张灵鹤眼神空洞 脸部松弛 毫无疑问 这个阶段 虽然有两部戏接连热播 但张灵鹤并没有持续 苍蓝绝带来的热度 持续输出惊喜 令观众满意 而当他从火光中走来收官的同一时期 悬疑古装剧《虎和妖师路》又开播了 这一次张灵鹤同样是男主角之一 搭档的是科班出身 但因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出圈的男演员蒋龙 这部作品的题材也很新颖 讲的是两个性格迥异的年轻人 一起揭发出果欲妖师的大云谋 拯救人间的故事 该剧的导演郭虎曾抬出了诸多爆款 包括周生如故沉香如谢 以及让诚意上了一个台阶的莲花楼 而虎和妖师路的反响 却没有想象中好 吐槽的理由多集中在剧情和人物的人设上 也有网友之烟 张灵鹤有点吃藕 甚至还有人调侃 感觉他没演一部剧 魅力值就掉一点 确实 如今在看他主演的这几部陆续播出的作品 首先从剧本上来看都不一定及格 演技方面又不占优势 何谈爆款呢 所以才有网友表示 他这一次重顶失败 但是目前张灵鹤的代播作品仍旧不少 比如和景田的《思海崇明》 以及和赵金脉的《杜华年》都是男一号 只不过在如此之多的逆天自愿中 张灵鹤会不会凭借如今上不太稳定的演技 一军突起呢 还得看运气 毕竟自从今年暑期档之后 以魏大勋 张婉逸 谭剑刺等新生代颜值 演技俱佳的卷王出现后 偶像剧市场也是需要实力的 祝福张灵鹤 期待他不要辜负好资源和好颜值 下一部戏重顶成功吧